還沒有上網預約完成 你今天可以到 李辦公處這邊來登記 李辦公處一開門 里長馬上廣播協助預約疫苗 果然馬上有李明前來求救 我兒子昨天也幫我用 用不進去 姓名對不上 我們這個三年級的 以前沒有寫電腦 現在寫太累了 連年輕人都搞不好 而且不再發紙本疫苗通知書 李明抱怨連連 李長也很無奈 全民搶打莫德納 連同30日抵台的41萬劑莫德納 台灣現在到手的疫苗 累計有526萬劑 目前覆蓋率大約7% 7月擴大開打拼覆蓋率15.5% 指揮官陳時中更誇口 到8月底總共有1000萬劑疫苗到位 10月底以前能讓全國接種第一劑 疫苗人口達到60% 那如果我們的防疫單位 能夠依據戶籍 好好的去接種 那另外我們接種的速度也要加快 台灣累計到6月29號 大約施打了200萬劑疫苗 10月底要打1380萬劑 現在每天必須接種9萬8千劑才行 但是過去一周 台灣每日施打疫苗量 才4萬5千多劑 速度落後太多 光是預約系統就引發民怨 實在讓百姓很沒信心 記者林正堅 王一仲新美食報導